谢谢可爱的年轻人 我想我最大的小孩26岁 请问一下26岁以下请举手 谢谢你们 我想今天我用一个母亲的心情 来跟你们分享这个主题 我想等一下我称为你们为孩子 或是呼唤你们的时候 我想你们用这样的心情来回应我 你们的辅导 你们的牧者给我一个主题叫 幸福恩次方 就是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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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幸福在哪里 整个世界告诉我们 幸福很难要遇到那个Mr.Roy 对不对 好莱坞都是这样告诉你 对不对 因为你没有幸福是因为 对那个人还没出现 或者是这个幸福都是别人家的 幸福呢离离很远 那你今天跟外面在士林逛夜市的这些人 有什么不同 你今天坐在这里面 你有什么不一样 你有一个保证票 你有一个保证票 上帝爱你 而且你已经认识上帝 我希望你很确信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重新来看待幸福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年轻人喜欢告诉别人说 要幸福哦 对不对 我们每次都告诉人家 那你知不知道幸福的样貌是什么 否则你的追求可能是泡影 也可能是好莱坞塑造给你的 以为怎么样 高富帅 或是什么样的形象 才叫做幸福 所以你一直以为那个幸福离你很远 因为你自己不配 或者是根本没有出现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需要重新来解开幸福的谜底 以至于你朝向那个路径走的时候 你不会走了半天走错路了 本来今天我要从我的地方来到了你们的教堂 可是我走错路了 我往南走的话 就一直往 开得很快 然后很着急 一样到不了幸福所在 所以我要首先要告诉你们一件事 有一个人非常在意你的幸福 除了上帝之外 我觉得当你出生的时候 我相信所有的父母 我今天成为一个母亲 当我拥抱我的孩子在我怀里的时候 我一定有这样一个祷告 我愿意他一生蒙恩蒙福 不管你的父母是不是容易跟你沟通 不管你的父母是不是用你最喜欢的方式 教养你跟你说话 可是我相信每一个父母生命的底层 一定渴望我所生的 育的这个孩子 一辈子都有恩典 一辈子都能够遇到好事 好人 一辈子都能够找到幸福的所在 所以你一定要确信一件事情 创造宇宙诸天的这位大能的主 渴望你一生充满了恩典 我想他认知的幸福 跟你在社会上所领受的幸福 是不太一样的 我等一下再花一点时间说这个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事 你在肉身的父母 一定比任何人更渴望 你能够找到幸福 不管你是不是要往结婚的路径走 或者是你单身一辈子 我想幸福不会因为你有没有一个婚配的对象 而有所减少 可是这个能力怎么来 我们需要今天透过 我刺激你思考 今天不一定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我会刺激你去思考 为什么幸福不会在你身上停留 是不是有时候你这个器皿 你这个人是还没有预备好的 所以我也希望你有你的责任 而当他看见你的时候 他会停留在你面前 那个他可能是一个机会 也可能是一个人 也可能是一个好的 特别的一个状况 所以他不一定是一个对象 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理解 幸福这件事情是你可以拥有 而且你可以勇敢要的 那那个幸福的样貌 可能不是这世界上媒体所塑造的样式 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要来厘清的部分 世界上有三种爱 我相信你至少可以经历两种 第一个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我相信没有一个父母 生了孩子之后 觉得他实在是不如期待 以至于他应该把他给捏死 虽然台湾很多父母会讲说 哎呀真后我也生了你 是他气到最后没有好的话 所以讲出一个非理性的话 但是你真的扪心自问 你问每一个父母 再怎么不好的孩子 再怎么不听话 不受管教的孩子 父母流的泪 仍然说他还是我的孩子 所以这份爱是非常贵重的 第二个是孩子对父母的爱 我想有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可以跟我们的父母好好沟通 可是你也真的牵挂你的父母 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说 妈妈我们终于长大了 可不可以请你们老得慢一点 好让我可以用我的能力 来证明我可以好好的照顾你 在他们念书的时候 他们牵挂我的健康 牵挂我的快乐 牵挂我的成长 所以他常常提醒我 他说妈妈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方向 你一定要进修 你一定要有能力 你一定要有你自己所爱的活动 你不要把所有期待放我身上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 好让你放心 这是我的孩子给我的鼓励 所以有一天他们毕业了 他们开始有工作 有收入的时候 他反过头来提醒我 特别是今年母亲节的时候 我的女儿对我说 可不可以请你们老得慢一点 让我来得及 可以跟你们共处的时间多一点 好不容易我长大了 好不容易我有能力 买你喜欢吃的 带你去美丽的地方 所以我想孩子对父母的爱 用不同的形式 在呈现我们里面的牵挂 第三种就是可能 今天你期待的主题 一个罗曼蒂克轰轰烈烈的爱情 但是你知道吗 上帝很特别 没有让你一出生就有机会经历爱情 因为你需要花很多时间 先学习亲情 之后你进入了学校社群的关系 你学习友情 你要花很长的时间 预备自己在爱的关系里面 学习给予跟承受 表达 还有怎么样理解别人的爱 所以这个成熟的过程 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练习的 所以婚姻这件事情 是让这三种爱相遇 但是有人可能 可能没有机会经历婚姻 但是你们因为还年轻 所以你有一个渴望 如果可以的话 我真的很希望基督徒 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婚姻 当然如果你很有特别的恩赐呼召 你可以单身 但是婚姻里面是让我们学习 爱最真实的战场 所以有人开玩笑说 婚礼不再是罗曼蒂克的 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 婚礼不再只有很漂亮的白纱 蕾丝 还有玫瑰花 还有红毯 应该是一条十字架的路 是写离 真的会被钉死的 可是它很值得 因为你的生命会很短兵相接的 在一个真实的战场里面 去学习爱 学习给予 学习牺牲 而且学习怎么样拆掉之后重建 今年我的婚 婚龄三十年 我相信我稍稍有能力 说这样的话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你就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家庭的样貌 所以整个环境社会 在塑造你一个错误的期待 你以为婚姻应该永远都是甜甜蜜蜜 浓度非常高的爱情 我们家孩子从小我们不看电视 不是我们很迂腐 怕外面的人影响我们 是我们紧抓的时间跟孩子相聚 因为看一场电视的剧情 就会占掉我们很多很短的晚上的时光 因为我们都工作 晚上能够跟孩子相聚的时间很少 所以我们紧抓着晚上吃过晚饭之后 我们可以跟孩子很多的话题 阅读 聊天 分享白天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孩子在国中之前 我们家是没有电视的 但是难免我们会去别人家 难免我们会回家乡 所以爷爷奶奶家里一定 电视机是开整天的 所以我们的孩子有一天 就看上了正在流行 当时候非常有名的偶像剧 《转角遇到爱》 然后我们家孩子就非常开心 非常觉得原来有个这么好看的东西 然后回到北部来 然后他就说我们上网来 把所有的节目都播完了 就download下来 然后我们就约定好 各自做自己的事情 妈妈要把家事做好 小朋友要把功课写好 所有事情都做好了 我们约了 今天是八点半开演 一次看三集 类似这样 然后我们就全家 就围在那个旁边看 看了几次之后 我一定陪 因为我一定在乎我孩子看到什么 他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父母对你最大的保护 就是在你的成长塑造你价值系统的时候 我一定要在 我没有办法挡住外面的人对你说的话 但是至少在我的家 我希望你发生什么事情 你在想什么 是我知道的 所以我们就一起看 有一天 看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在洗碗 我的儿子那时候是国医 跑来跟我说了一段话 他说妈妈 这几天我们一直看到这个剧好好看 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 我想要问你 难道这个男主角没有别的朋友吗 他每天都被这个女主角弄得 非常的情绪低落 然后要取悦他 就常常得罪他 然后话又讲不清楚 然后他没有别的事做吗 而且这个女生也很奇怪 难道他没有其他朋友吗 他一天到晚就在期待这个男主角 对他的表示 期待这个男主角回头 期待那个男主角的人 反正那个剧情就是这样演 然后有时候话都不讲清楚 然后转头就走 然后就是留下很多 就是讲不出来的叹息 或者是内心戏 很多东西 我看着我的儿子 我正在洗碗 我转头对一个国医的孩子说 儿子你真的很棒 你看懂了一件事情 一个导演或者是一个写剧的人 把人生漫长的八十年 很浓很高度的 以对方为世界中心的 这个很密集的 可能两三年 可能两三个月 可能四五年也好 我不知道你的恋爱要多长 把它做成几十集的剧情 你就以为他们的生活天天是这样 这才叫爱情 然后他们就进入婚姻 他们就会一直这样 以他为世界中心 所有的事情 以他的快乐为最高的指导原则 所以你要取悦他 你要带他去玩 你要陪他 你要呵护他的心 否则你的世界就毁了 我告诉我的儿子说 如果有一天我醒来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等着爸爸要带我去哪里玩 然后要让我开心 然后我自己也不长进 你觉得你喜欢一个这样的母亲吗 我儿子摇头 我再问我儿子 如果你的爸爸是一个 不管别的事情 也不追求自己的卓越 然后呢 每天就看着我的脸色过日子 然后就期待能够对我 献上最殷勤的服务 你觉得你欣赏这样的男人吗 不要 我说是的 儿子弄清楚 那只是我们人生短暂的一段时光里面 最浓烈的关系 但它不会是全部 所以亲爱的孩子 我要告诉你们 这世界有很多的谎言 什么叫谎言 防茂品就是有99%的相像 可是会有一点点的不像 那就叫防茂品 它可能说出了一点 我们里面所渴望 我归属于谁 而他会那么在乎我 我有什么事情 风吹草动 里面的一点情绪 我都希望他知道 而且他都能够明白 然后给予我最高度的关注 偶尔它只是在你80年健康的日子里面的一小段 但是它不会是你人生最关键的目标 所以你知道我们一生充满了很多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短片 一生的影片 它是用一个小女孩的成长历程 我相信很多人在网络上也搜过这样子的影片 好 它需要一点时间 它是用一个小女孩 我相信你们小男孩也是这样的成长 那我们就在那里 你有很多的友伴 到最后你在友伴当中 会找到一个专属于你的 你们会一起走向两个人的世界 建立你们两个人的 属于对方的 叫家庭的关系 混乱 那当你有小小孩的时候家里就是一个风暴的开始 有很多的混乱 你的孩子或者是你正是在青少年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你的父母跟你之间有很多的张力 渐渐的 渐渐的 你的情绪更方面安定了 一代接着一代 你的父母也老了 所以你的爱是不是应该更扩大一点去思考 你只期待有一个梦中情人 或是一个Mr.Right吗 如果你知道你的爱是多么的珍贵 你就用这样的角度再来听听我的分享 在我们的友伴关系里面发展 这是在心理学上讲的 就是我们也会有这个关系 所以你是几岁 你看一下 对照一下 你正在发展的是什么 你应该结交到同性的死党这种关系 因为你要去表达你的关系 你的爱 对方能不能接得到 原来 我这样说话 对方是生气的 没有 我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你有很多安全的关系 是你可以慢慢练习成熟的 渐渐的进入了高中到大学 你可能对异性开始好奇了 你会开始形作 我自己最喜欢的对象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在人群中寻寻觅觅 这是一个很健康的过程 渐渐你二十岁以后 你慢慢身心成熟之后 你开始渴望爱情的出现 但是我要告诉你 亲爱的孩子 你们一定要好好练习 在亲情跟友情里面 有能力的人 否则当爱情出现的时候 你是很脆弱的 因为爱情不可以随便启动 这个启动之后会伤痕累累 我跟我先生都是第一个对象 然后就进入婚姻关系 所以我没有太多的经验 也因为这样我觉得很珍贵 所以我的孩子从小看我们这样的互动 也听我们的分享 所以他就好羡慕 有一天他在高中的时候 就跟他同学说 我好羡慕我的父母的关系 结果同学就笑他 哎呀你真的很笨啊 多一点人追求不是更好吗 所以我的孩子就傻傻地回来问我说 妈妈多一点的追求我会更好吗 我说你同学以为多一点人喜欢你 追求你 只是你的那个情人节的巧克力会多几份 鲜花会多几份 你不知道每一份感情都是负上权利的 而且都会伤痕累累的 所以不要轻易以为你自己有能力 我们往下来看一下 所以同性密友的时候 你要准备好你要结交 能够可以谈心 可以说真话的亲密的 这个同性伴侣 因为你这样才有能力去建构一个 开始在异性群友的关系里面 去找到原来男生跟女生的思维 差异这么大 这是一个最经典的 我儿子念的是高中的男校 我女儿念的是高中的女校 有一天我女儿呢 那一天她生日 然后同学给她好大的惊喜 竟然已经用一个礼拜时间 班上在串联一些事情 潜伏着一些准备要爆发的精彩的庆祝仪式 最后我女儿就是拿到了一个特殊的裙子 她一层一层的裙子里面 都是同学写给她的卡片所钉补出来的 所以那一天我女儿回来的时候 就亮起来说你看我同学给我这样一个神秘礼物 原来他们在那边传啊传啊 原来在讲一些悄悄话事在搞这个事情 我儿子比这个姐姐呢小一岁半 他在旁边看着 他就感叹了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男校再怎么喜欢一个人 都不会用这种方式表达的 我就哈哈大笑 我说儿子你真的很棒耶 你真的好聪明哦 所以你要想想看一个问题哦 这就是男女很大的差异哦 如果你看到姐姐里面是这样的欢喜 是这样的灿烂 你要想想看以后你要交往的对象是期待这样的 可是你却做不出来 因为你从来没有练习过 所以我儿子都突然间要原来男生表达 爱一个人或喜欢一个人 或是为他精心设计一些活动 不是这个逻辑的 所以他因为他看到姐姐这么开心 他就冷冷看说我们班上在怎么人际关系超好的同学 我们都不会这样为他晋升的 这是一个很好的发现啊 你在同性命友的关系里面去观察 当你进入一个异性的群友的关系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原来那个差异化这么大 原来我这样讲他会暴跳入味 原来我不这样讲他会很落寞 因为我们都在练习啊 所以你有很长的时间要练习成熟的过程 你知道吗 亲爱的孩子 你们要练习成熟过程 那上帝给你很多的练习时间 是在你的这个同性命友 还有你的家庭关系 如果你是独子或者是独生女 大概蛮难 所以你要尽量在朋友关系里面 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最健康的场域 你可以好好练习 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找到你心目中渴望的 那个对象的时候 你知道吗 你已经知道怎么表达 即便再有碰撞还有差异化 你也不至于会有点白目啊 就有点说 我这样讲 怎样 我也不知道他生气那么久干嘛 女生最恨的就是 你连错在哪里都不知道 所以男生说 那可不可以告诉我 他说你猜猜看 就花很多时间再猜猜看 不必要 所以你在预备你自己的时候 等到那件事情要发生之前 你已经有充足的好好的练习 所以网路上 我上网查了一下 为什么这么多人在台湾不婚 都有很多的害怕 有两个问题我要拿出来讨论 第一个 他们认为 如果 我结了婚 结果真爱出现了 现在 听说网路上被 这个点选最高的 这个付费的字叫做 两个字 所以意思是什么 就是太多人在婚姻里面 可是不忠诚 太多人在婚姻里面背叛 或在太多人婚姻里面 恍然大悟说 原来真爱还没有来 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第二个 他们是认为 结婚既然是一辈子的大事 所以就要跟最最最爱的人 不管等多长 等多久 相信都是值得 这就是防茂品 这两句话非常危机 亲爱的孩子 你们都很相信网路 比相信你的父母 比相信你的辅导 比相信你的老师 更相信 对不对 因为网路会直接把讯息 送到你的手机里面 而且你不管是被动 或是主动 你会搜寻到 大家现在在谈论什么 我要告诉你 这两句话 以我三十年的结婚经验来讲 它是谎言 没有一个什么叫真爱这件事情 你说那这样会不会太消极 不是 真爱是你可以创造跟定义的 你不是等在那里 真爱会掉下来 当你是一个成熟可爱的人的时候 遇到一个也对的成熟可爱的人 真爱是会发生 而真爱是要去保守的 真爱不是哪一天 突然来到你家敲门 或者是刚好你坐捷运的时候 跟你擦身而过 没有这件事情 所以不要以为 我在等什么 我觉得我们会有年龄的限制 我真的很希望基督徒 有更多人真的在试婚年龄 甚至像我自己有三个孩子 我都希望他们早婚 我都希望他们早婚 只要遇见一个成熟 两个人都可以一起同行的时候 早点上路 早点合在一起 完成一个生命的梦想跟愿景的同行 彼此帮补 所以不要跟这个世界的讯息 跟着走 世界告诉你 哎呀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啊 这些都是危机的 这些都是危险的 其实不是等到哪一天的问题 当然你要预备你自己 你有你的坚持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往下的坚持 有人认为呢 我的不婚是因为什么 无拘无束 我不喜欢放弃我的单身生活 因为非常自我啊 本来婚姻里面就是有一个牺牲 跟愿意为对方舍己 跟放下你自己的方便性 第二个 真爱会降临 所以灵缺勿滥 你真的要灵缺勿滥 但是不是等到真爱要降临的问题 你真的是灵缺勿滥 你真的是要谨慎选择 你不要因为有压力或是怎么样 因为被追求 很多女生根本搞不清楚 就因为她对我很好对我很好 所以我只好跟她在一起 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 所以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谁 你也不知道你需要什么 这是一个别人没有办法为你负责任的事情 第三个担心会离婚 所以就干脆不结 这是一个更消极的 你怎么会这样子想呢 你有没有能力承诺 你有没有能力负责任 如果你都没有能力 你就是不是一个成熟的人 那你怎么会说 我结了之后会离呢 你让自己留了一个后门 留了一个余地说 我们不合 我们就可以转身离开 No 我很荣幸的 也很幸运的 在我结婚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遇见一个成熟的对象 所以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 因为我是第一次的恋爱 也第一次的关系 所以当我要结婚之前 我问上帝 我有很多的忐忑 因为我觉得 或许我有一天会后悔 就像世界上所有人说的那样 如果真爱突然来了 我会不会后悔 我当年太早决定了 我就问上帝这句话 我说上帝啊 我会不会后悔 上帝提醒我一件事 亲爱的孩子 请你算算看 如果事隔三十年之后 哪些东西会留下来 哪些东西已经不重要 所以我盘算一下 在我眼前这个男人 是我所要的 他有成熟的情绪 他有健全的人格 他很稳健 他跟我之间很坦白 哇 这些排序 但是其他的都没有 占到我的标准 我期待的身高 我期待的背景 那种都没有 所以上帝提醒我 哪些东西三十年之后不重要 哪些东西三十年之后 看为珍宝 所以我就从容地 踏上婚礼之路 所以你们要知道 有些东西是谎言 三十年之后 你的这个对象 会不会因着你们的婚姻的关系 彼此更好 我想这是一个婚礼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承诺 就是因为我们承诺 所以我们才可以走到如今 任何婚姻里面的风浪 都足以击垮两个人 当年火热的不得了的爱情浓度 真的 告诉你 所以呢 在我们婚礼之后 我的先生对我说了两件事 第一个 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们不说 分 这是一个极大的保证 所以就会破解第三个 这个问题 对不对 如果会离 那我们就不婚 这就是一个世界的谎言 为什么呢 如果当你坚持到底 你有足够的成熟跟承诺 有人就会说 如果不是 怎么知道合不合适 好 这世界上很多人会告诉你 怎么可以试 你以为所有东西都可以试吗 你买鞋 不合适退回去 那因为婚姻不是鞋子 所以不要再听这些谎言 那我就上网查 真正决定婚姻的成熟度 可是真的很难 所以我找了马云 他说了一段话 因为我想年轻人都会觉得 马云是你们的偶像 是觉得他是成功人士 他的定义讲 成熟的人要改变自己 来面对自己的问题 他是不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 好 那我自己加上去了 如果对一个人成熟定义 就是他的人格跟情绪 如果你自己都搞不定 别人没有办法把你搞定 如果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要什么的话 别人也没有办法 真正地疼惜你和爱你 所以马云说了 五种不成熟 我上网查了之后 我就发现 多数人都在谈不成熟的现象 很少人有论点谈成熟的样貌 因为这社会太少人谈成熟的样式 我们都一直以为 这个年轻化 或是幼稚化 我们很多的年轻人的样式 都是仿日仿韩 所以我们很多还很kawai 都觉得好可爱 好甜美 事实上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这种论点 已经在欧美国家认为 那是一个不成熟的举动 我们照相还是会喜欢比业 对不对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要来思考一下 我们喜欢跟什么的人 可以走一辈子 这是一件思维 对不对 就是不成熟的样式 就是立刻要回报 不成熟的人就是不自律 不愿改变自己 还有背后议论别人 而且都是很消极的 你看看 你的性格里面 有没有这些杂质 如果有的话 那当然幸福就很遥远 经常被情绪左右 还有不愿意学习 自以为是 没有归零 但对一个企业家 他当然很希望 他的部署 跟他所用的员工 常常都有学习的创意 还有做事 不靠信念 靠人言 我们多少年轻孩子 你靠着你的同侪的压力 靠着你多数的舆论 所以偏离左右 多数人说的都对 好好 大家同学要这样 好好好 我们一起去哪里 好好好 我也要跟着一起干嘛 年轻人怎么不去唱卡罗 年轻人怎么不去逛夜市 年轻人怎么不去 这个 什么什么 真的吗 我的孩子因为从小 我们家没有电视 所以很多流行的东西 他们都比较慢知道 但是不会不知道 因为同学会讲 同学最多的就是传递消息 一下课大家就在讲 哪个网络游戏 现在破什么关 哪个偶像剧 现在讲什么 哪一个流行明星 现在要怎么样发片 他只是比较晚知道 但不会不知道 因为讯息很简单 台湾不大 真的讯息很快就知道了 有一天我的孩子跟我说 妈妈 我们看起来很傻 因为同学在笑声 我们都不太知道 我说孩子 我宁可 我宁可你晚一点 知道 也不愿意因为你灵巧 而比别人早知道 我觉得单纯是一件 生命中非常关键的礼物 可是这世界很快 要把你的单纯夺走 所以你的单纯并不代表愚蠢 我的孩子很单纯 生命很纯净 这是很多人给我的回馈 但是他在学校都是领导者 因为同学就问他意见 因为他跟他们的见解都不一样 他常常说 最明显的是我的孩子 听不懂脏话 就他们很小的时候 因为他们很少这种环境 所以有一天 我的女儿被一个他们班上的 比较像品性比较不好的女生 我们讲太宝或太魅的这种特质 就是嗆声 讲一句很难听的脏话 我女儿就一直看着他 对他微笑 然后对他说 你可以解释一下 你刚刚很凶的 对我说的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吗 然后那个人就突然脸垮下来 因为听不懂 然后脏话又很难翻译 所以他就觉得很无趣 所以他的恶意打不到你的心坎 他刻意要伤害你 打不到你的里面 因为你有一个很好的防护罩 那下课之后 我女儿还是觉得 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或许我可以跟她做朋友 她就过去跟她问说 那我可以跟你再说一说话 我们两个可以下课去玩吗 那个女孩子反而退几步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 心里这么强健的人 所以那一天我女儿回来 就跟我说 妈妈当全班都在笑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个很蠢的 我说没有 妈妈陪你 我们一起蠢 这个世界不缺灵巧的人 但缺一个非常知道自己信念的人 要靠自己信念活着 这世界很快会把你的信念弄混淆 会左右你的思维 但是这世界少有一个单纯 以天上的法则 在地上过日子的人 是少有 你会震动天地 从那个事件之后 他们班上有个氛围很有趣 因为你们在念书的时候 都是功课好的是领袖 对不对 是意见领袖 所以当然他们班上的第一名 就是班长 那一天那个班长就告诉 所有全班同学 因为他们国中 从国小升到国中 刚才班 大家也不知道谁是谁 就用功课排名 那个班长就对着全班同学说 刚开学 我们都不知道谁怎样 我告诉你 我观察这段日子 我们班上的谁谁谁 他真的是很单纯 我要用班长的权力命令所有人 一起保护他 以后他出现的时候不要乱讲话 知道没 不可以乱讲话 因为现在这种小孩已经很少了 在我女儿的婚礼的时候 这个男孩有出现 他还是很喜欢我女儿 但是他不是男主角 我女儿很清楚 他在班上非常有人缘 有一天 班上的同学就抓着他说 你知道吗 我们现在班上排行 你是第一名 我女儿就告诉他们说 我不是班上最漂亮的 班上谁谁谁 身材又好又会打扮又很漂亮 他就数了几个 然后那个男生就告诉他说 我们都知道 你说那几个我们都知道 真的很漂亮 身材很好会打扮 但是如果把品格加进去 他们不知道排到哪里去 所以你说这个世代没有辨识力吗 有 只是没有人让这些年轻孩子表达 他们的辨识力 我希望你们以此为自己生命最高昂的 最重要的一个学习 就从圣经里面找出你人格 应该往成熟的地方去 那我再找到这个 我很快过 因为这个就是世界人认为的 但是我的下标题是我的 我认为是心智而不是年龄 不管你几岁 你都有成熟的 可完成的部分 当然他讲的比较是大方向 就是你要用脑袋思考 不是跟着人家坐 你的房间要整齐 你要让别人觉得 你是会管理自己的 你不需要别人照顾你 你可以照顾别人的 还有当你们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你不会只有逃避躲起来 很多人 我看到很多的丈夫 他没有成熟过 他年轻的时候 一直都是这样的人 妈妈就替他承担 爸爸就替他收拾 结果他到人家为人夫 仍然不会面对问题 一有冲突就逃走 一有冲突就躲起来 不接电话 我就觉得 哇 怎么会这样 那你的妻子就很辛苦 对不对 还有能够分辨 什么是重要跟不重要 因为你不会因为 要讨好这个女生 而放弃你自己该做的事情 你会很清楚 重要跟不重要的程序 还有你一直会去支持 身边你觉得很重要的人 支持他的梦想 这些 我想还有几个点 不会都是抱怨 愿这个教育制度 愿政府 愿所有人 你会起来负责任 因为你知道抱怨是没有办法 让你生命成熟的 还有你做决定的时候 你会跟别人讨论 你不会一意孤行 我想这些资料 你不难 你都可以上网查 你只要渴望 我相信你一定有方法 让人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会自我中心 只玩你自己的手机 只划你自己要看的画面 而忽略了这个人就在你旁边 你会在乎人 更胜于在乎你要的事情 你会在乎跟他的关系 更胜于你觉得 这个 你可能你的娱乐 你可能谈恋爱的时候 你不会哦 可是没多久 你们已经熟悉了之后 你们就开始这样子了 所以你要知道 这就是成熟 第十点就讲完了 如果真的做错了 你也会愿意承认错 所以一个人成不成熟 不是于22岁大学毕业那一天 才会发生的 是生命的路径里面 都有过程的成不成熟 有一天 一个三岁的孩子 到我的办公室 他吃蛋卷 我自己想说惨了 他吃蛋卷 那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会怎样 满地满桌 对不对 那我就看见 这个三岁的小女孩 吃完蛋卷之后 有个动作 你知道他在干嘛吗 把屑屑拍掉 那满桌子满地 对不对 他下来那个椅子 对我说 阿姨 你这里有扫把吗 我说 三岁耶 扫把都比你高了 我心里这样想 我说有 扫把在那个转角 那个门后面 好 他就咚咚咚跑去 然后把那个门扳开 然后就把扫把拿出来 就把桌上的拨一拨 就拨到地上了 就开始扫 你有没有看见一个 三岁的成熟 负责任 为自己所做的事情 负责任 管理好自己的地区 我真的好欣赏 我常常会说 这是谁教出来 不会天生就这样 你知道吗 每一个人都是 小baby长大的 对不对 一定是有人教 而他愿意学 所以有多少 13岁23岁的人 不会整理好自己的区域 不是吗 你吃完东西拍拍屁股就走啊 你也觉得 这个碗筷都是妈妈该收的 是不是 你会为你自己生命而 认真的活着吗 好 所以在乎你所在乎的人 而且常常充满了感恩 珍惜 这是一个热情的孩子 好 所以有人就以为 说我找到伴侣 这世界就有答案了 我就不再孤单了 没想到问题更大 这就是我说 当你不成熟的时候 你要去黏一个人 以为他可以给你幸福 他可以帮助你成熟 他把你的未完成事 走完那个历程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会更惨 因为你会伤他 也会伤自己 所以一个成熟的关系 是有很多的学习 但是不会到决裂的地步 因为你们都是预备好 要改变自己的人 好 所以我跟你们说一段话 有一天我的女儿回来 给我看了一封 他生平第一封的情书 有一个男孩喜欢他 就是我说的那个班级 但是不是那个班长 是另外一个孩子 然后我看了之后 我就说 这个男孩很有眼光 会看上我的女儿 然后我就问我女儿 你喜欢他吗 我觉得我还蛮欣赏他 他优秀吗 还不错 蛮上进的 我就跟孩子聊聊 他的爱情观 那我就跟我的女儿说 你知道吗 你一直有梦想 不是吗 从小你就热爱动物 你很想为动物做一些事 有可能未来 在你的人生路径里面 你不一定都在台湾 你有可能会到国外去 求学或就业 还有你未来要念的书的方向 有可能各样的环境会有变化 那我问你 你可以保证 如果你现在求学时间 你有能力花时间 跟这个男生建立一份 跟同学有伴关系 不同的感情吗 他想很久 那我就告诉他一个危机 就说你的时间是有限 因为你现在是国中生 你需要读书 你需要补习 你需要很多的功课 作业 要很多的背诵 你要考不完的事 我问你 把这些时间扣掉之后 剩下时间 你想要单属于他 而忽略你的亲密的同性友伴吗 我女儿愣了一下 她没有想过 她说可是被喜欢的感觉很好 我说对 对 被喜欢感觉很好 我承认 我也觉得很兴奋 那种里面心花怒放的那种经验 少女情怀 可是你知道吗 你没有能力 你真的没有能力 你现在没有能力承诺 你们的关系可以走多远 因为每一份感情都要细心呵护 你今天假期 你就没有办法自由活动 你就要告诉他 我待会要去哪里 然后我们等一下晚餐一起吃饭 你有很多的牵挂 你有很多要交代 你觉得你现在需要启动这件事吗 我女儿想一想不太划算 她觉得她有更多事情值得做 而且她有那么多好朋友 因为当你们两个归属于对方的时候 你就要舍计很多同性密友 跟其他你跟家族的关系时间 好 那这件事就放下来 我们也用父母的角度 跟这个男孩说明了 然后那个男孩也非常尊重 我们也常 我女儿结婚的时候 这个男孩也有来 他们坐一桌十一个男生 都是她国中高中的 他们就在参与我女儿的婚礼 事隔六年 从国二到大二 我女儿回来跟我说 妈妈 我喜欢我们大学里面的一个 大四的学长 我就跟她聊聊 我说好 时间差不多了 你也大学生有比较多的时间 因为目标定了 时间空了 你的人生梦想在那里 可是我要告诉你 有一份评量表 你需要很清楚的 很理性的去思考 当你们在交往的时候 你花很多时间跟她在一起 不管一起阅读 一起参加团期 一起追求 一起去做社会服务 做相符的工作 到比较穷困的地方 去帮助这些孩子的克服 我问你们 你们两个花那么多时间的时候 请留意 我红字 亲爱的孩子 你们一定要这样 亲爱的 我跟我的女儿说 因为她从小就很有梦想 你的梦想 你的信仰 你的人际 你的家人关系 你的自我成长 有没有因为跟这个男生 走得很近 而每一个都往上加分 如果有的话 它就是一个非常正面健康的关系 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一个危机 那就是一个极大的危机 因为你们的两人世界 浓度很高 世界很快就走完 结束了 接下来你们就是家族的关系 所以当我女儿结婚的时候 她就跟我说 妈妈 我真的清楚 两个人交往 不是两个人世界 而是两个家族的事情 所以我们的婚 我们的那个婚纱的拍法 是家庭拍法 就是我们全家的女 全部的女生 南方女方的女生 全部穿白纱 南方全部穿西装 然后我们就是拍家庭照 因为我女儿的观念 就认为一份被祝福的感情 是在父母的 和关系里面去建立 他们也渴望 他们进入婚姻关系里面 也带着我们两家的祝福 一起走进去的 所以他们很少去拍 那个两人很亲密的婚纱照 因为他觉得他们两个可以 好长的岁月可以拍两人照 可是透过这个典礼 之前我们的预备 是两个家庭一起 迈向一个新的盟约的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观念 我也希望今天 透过我的分享 让你们知道 其实在我们人生追求里面 青春期是一个非常剧烈 而非常梦幻的 可是因为没有人教我们 所以你知道你是一个全人的 你在脑袋心 跟你的人际关系 跟你的外在的一些器官 你开始有改变 你的脑袋开始追求一个 比较卓越的逻辑思考的方向 你的心开始有很多的敏感 你会开始去体会别人 你会观察异性的动态 你开始有一些道德的判断要形成 你还是在乎你的关系 对异性好奇 还有你的第二性征出来 你的性生理 并不代表你的性心理是预备好的 所以我要告诉你 你需要改变 当你的脑袋有逻辑思维判断的时候 你要有正确价值观 所以好好在教会追求 好好透过辅导这些人的陪伴 因为他们是一个成熟的 他们是一个过来人的 他们会比较帮助你 能够省去一些不必要的摸索 跟乱七八糟的岔路 以至于失去了你梦想的方向 会让你的路径走得比较精准 认识青春期 你身性变化 接纳自己 就是接纳这个时候的 我就很容易易怒 就很容易看不惯别人 就很不爽 你接纳自己 你也好好跟你的父母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情绪起伏 我也不知道 请你帮助我 然后会过滤不好的东西 因为媒体会跳进画面 直入你的脑袋 你可以做一个拒绝 因为你是一个有决定权的人 然后好好去认识两性的差异 去尊重别人的身体界限 不要随便去拍异性 或是跟他勾肩搭背 因为你尊重他 也代表你尊重你自己 为你的未来预备最好的 而且对性这件事情 有一个正确而好的态度 对你的未来是一个有建设性 好 那这个我会很快过 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有办法今天讲完 所以在我们亲密关系里面 一个承诺是底层 如果你没有承诺的能力 你千万不要启动 因为那是一个非常大危机 可是我们渴望 整个媒体都教我们 要亲密要激情 对不对 那是多么浪漫梦幻 我告诉你 如果没有底下的承诺 你这个激情跟亲密 是伤痕累累 而且那个伤是要用很多的时间来换取 所以你如果渴望你的婚姻 未来是有很多的生命力 你现在就要好好预备自己 一段幸福的婚姻 不是没有冲突 或是没有任何的难受 我告诉你 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 所以也不可能建立一个完美的关系 完美的爱情 所以不要让这些好莱坞的电影情节 弄瞎你的心眼 在关系里面最重要是支持 所以找一个成熟的对象是很重要 那成熟会让我们的身心灵 走到一个更被成全的地步 所以在美国有一个统计 他们离与不离的 这个婚姻关系里面 有个很现实 他们遇到问题都是一样的 我只能够在统计学里面找到说 某些经济 某些教育水平 某些有心理疾患的人 或原生家庭 怎样的人 比较不容易走一辈子 他们比较容易分 但是也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 或是只是几率问题 可是你知道如何处理 才是他们能够走下去的能力 所以你好好练习一个处理能力 你自己如果能够把自己处理好 你就一定拥有幸福的能力 所以一个人的成熟度 会影响你的亲密关系 跟你拥有幸福的时间 所以好好想一想 在你谈恋爱之前 你不要轻易 不要轻易启动 你要知道有几个关键 是在你里面已经建置了 就像你的电脑或手机里面 你有一些既定的程式 第一个 你的父母关系 会很影响到你的爱情观 会影响到你对异性的感觉 好 自我形象 你的自我形象会决定 你所喜欢的对象是怎么样的 你会有互补的心情 还是你会希望有一个救赎 别人来帮助你 你本来是一个很阴暗的人 那你希望一个阳光灿烂的人 所以你要先留意 先知道自己要什么 所以这样的关系里面 会帮助你开始去思考 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不完全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有伤口 但不因为你有伤口 而你没有办法拥有好的爱情 所以你要留意 你在喜欢的对象里面 是因为互补吗 要重新找到你的父母的方式吗 还是你要跳开父母的方式 我来自一个父母冲突 非常剧烈的关系 家庭长大 我的父母不断地争吵 在我记忆里来 他们就是大生小生 丢东西 所以当我开始进入教会的时候 我发现原来幸福是有方法的 我就开始学习 我就要断绝一些 我既定在里面的城市跟模组 所以我就要不断地跟我自己打架 跟我自己抗衡 当我有一些暂停按钮 说我不要 我就要希望知道 那我要什么 我用一个例子告诉大家 我有个朋友 他从小父母离异 他没有爸爸 可是他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先生 有一天我就问这个人 我就说 黄哥你为什么可以成为这么样 这么让人家觉得 哇 世界上最棒的先生是这样 他说因为我从小没有爸爸 我不知道什么事 男人该做事 所以我就用一个谦卑态度 回到圣经 找到我成为一个男人 该负的责任 该做的事 所以我永远向天父学习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负责任的人生 你预备好了吗 你要知道怎么处理自己情绪 怎么安顿自己的身心 怎么样用神的眼光修复自己 看待自己 所以当有爱情出现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还是在施工中 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个 愿意包含你 跟你一起同行的人 所以一定要活在群性的关系里面 不要单独两个人 这是一个极大的危机 这世界会让你非常的 以两个人为中心的活动 所以不要落在一个孤单里面 一定要找到团体的活动 让辅导 让这些长辈 让这些教会的组织 帮助你去用正确观念 去解读对方的特质 还有陪你们走一段路 永远不要让自己 落在一个孤单里面 如果你不够准备好 千万不要启动 这么大的人生的一个大工程 否则你会有很大的伤害 我们一起来念 我找到了提摩泰前书 一章五节 一起来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 这爱是从清洁的心 和无愧的良心 无为的信心 是 所以青少年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情 我的孩子经过青少年的时候 我都提醒他们一件事 绝对不要冲动做一个决定 或冲动出口说一些话 或是对父母 或是对你的友伴 以至于有一天 当你不再是青少年的时候 你为这一段日子 跟这一段话 跟这些行为 产生无以弥补的懊悔 你可以有青春期 但是你不可以放荡到 做了一些伤害别人 伤害自己 无可弥补的 所以热爱你自己 因为上帝如此热爱你 所以你也要扩张自己的 生命的深度跟宽度 在等待中 不要停在那里 等一个天上掉下来幸福 要不断地修正自己 最后给你们一段话 这是台湾最有名的爱情专家 燕寒文老师说的 人生最大的快乐 最深的满足 最强烈的进取心 跟内在的宁静跟安 都来自于一个有爱的家 你现在还没有能力 建立一个家之前 你预备自己 成为一个能够建立有爱的家 或者换一个方式 回到你的原生家庭 跟你的父母 重新练习 一个有爱的家 让你出发的地方 不会太孤单 所有的辅导 会陪你们走过 这样的一个青春岁月 好 我今天分享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